澎湖年度最热闹的民俗盛世 元宵起龟从昨晚正式展开 最受瞩目的400辆黄金龟王也亮相 价值有2700万 信众如果为了求好运想要带走的话 还必须要有提供足够的财产担保 金光闪闪的黄金龟一亮相就夺得众人目光 澎湖元宵起龟活动15号晚上正式展开 其中最受瞩目的黄金龟 由山水上地庙的400辆拿下最重头衔 这个黄金龟市价约2700万 庙方特别搭棚子展示金龟的风采 信众如果为了求好运想要带走 必须提供财产担保 如果无法提供金龟就由庙方代为保管 但得要支付保管费 除了黄金龟以渔火闻名的外安 也有百艘渔船齐聚渔港点亮渔火 最吸睛的是今年多了漂浮海上的巨型浮龟 起龟是澎湖最热闹的民俗活动 不少出外游子都会回来参加 也为当地增加不少过节气氛 记得澎湖综合报道